一般人都是喜歡一些新鮮的東西 但是為什麼會有些人 會喜歡花幾百萬去買一件古董去玩 我今天請來一位收讀歷史的女嘉賓 還有她是香港小姐冠軍的 黃家文小姐Carmeny 跟我一起貧窮、限制、想像 我已經可以去玩 Carmeny,其實你玩過古董嗎 我沒有 50多歲以上的男人算了 應該沒有,你呢?你有玩過嗎 好像有 他還在跟我聊天,他會否會送PS5 如果他送給我,我便可以 不想努力了 今天我們請來一個專家 他叫霸王,告訴我們 究竟古董這個世界是怎樣玩 以及是甚麼一回事 在今天未來之前 我對於古董的形式 真的是埃及的木乃伊 青銅時代的劍、法老王 我也喜歡走展覽廳 看一些畫、漂亮的藝術品 但古董真的很少能接觸到 不如我們到處參觀一下 這裡有很多不同的雕塑 這個也是… 穿衣服的 穿衣服的奶仔的身材 也有奶仔的 而且這裡有很多神仙的雕塑 這個就是佛像 先拜一拜… 還有這個…這是甚麼 這是觀音的朋友 這是觀音的朋友 還有這個雕塑的戲 很真實 我想是取材於 我們TVB其中一部劇集 上海彈 應該是因應許文強的角色 來雕塑的 朗彬 鍵也不是這樣,試試吧 很有彈性 你怎麼會說話的 你看 你是誰 威斯霸王 威斯霸王是德國名車 零的電單車 我第一輛電單車 就是那輛車 但我改了這個名字之後 我的人生節目都改變了 好像好像皇帝一樣 聽到威斯霸王這個名字 我心裡想,是甚麼事 哪一條人這麼囂張 在我心目中 經常改變這麼浮誇的名字 通常都是很浮誇的 雖然我覺得很浮誇 但他有一幅很隨性、很豁達的心 這是我們今天的古董專家 就是霸王 但其實古董除了價錢之外 有甚麼好玩 放久一點,當然要升值 銀紙的變值 薪金的起價,所以一定賺 你每次去玩古董的時候 你都會覺得好像是… 想起那個場面 好像是時光機一樣 跟以前的人接軌 會否有這種感覺 我在這裡想到你 但我叫一個女人站在後面 這件東西一定會賣出去 他偷看,原來那些 這樣可以看到這個 這樣… 霸王,待會呢 一定很漂亮 你不漂亮,你不會買的 所以各位在看的貧窮限制 想像是年輕人 如果你想用幾十萬或幾百萬 去出街車 想去威風,可以結識女朋友 今天霸王泰哥告訴你 不好意思,在座各位都是垃圾 因為家裡應該放幾件價值 四千萬的古董才為之一個好的狀態 如果找得到,如果做得到 最好是買得到 我自己很喜歡蘇美爾文明 以及亞特蘭蒂斯的黑科技 不知道你這裡有否來過 那些我沒有 多數是中國的… 唐宋元明清 然後就是… 唐宋元明清? 這樣吧 變成近代中史 變成… 我們過來這裡看看 廉峰 在Christie的時候見過這幅畫 這幅畫動到六、七百萬 這幅畫動到六、七百萬嗎 有幾個波子在這裡 不,在Soradobee的Christie看的拍賣 是 我想最平的也是350萬 每分鐘四、五次買 因為如果拍攝這幅畫時 你又喜歡我,我喜歡 有錢拿著去玩東西 我不用你買,我一定要玩 就是為了欠嗎 對,越爭越高 就是那個情況 就像我們以前看古轄仔 一直在那條長紅一樣 對,一樣… 不過你經常用你的古董 會否試過打破呢 有… 所以做人一定要這樣 你失敗了,不要去想 我向前走 如果是我打破或卡文尼打破 我會黏回去 那件事要怎麼做 那些是看我的心情 如果打破了,你自負我才說吧 對… 他覺得面前有甚麼問題 就立即解決 或者甚至他的藝術品掉爛了 他也可以很豁達地面對 這個跟他的人生觀也很像 就像一個很有皇帝風範的感覺 當一個人有困難、障礙的時候 就最顯示到他真實的性格 你有試過真的被人偷了嗎 肯定有,很多 當時情況又是怎樣 偷了…算了…沒辦法,沒想到 你有沒有發現誰偷還是沒有 現在也不知道是誰 也有少許知道 但如果沒有證據 但沒有證據,這些例子是不行的 對吧 除非拿的時候看到他… 這裡連CCTV也沒有裝 又裝了,但被破壞了 真的很嚴重 不過不要緊,這些小事來的 又調整得到 人生… 嘗試又趕快 我來的時候也是這樣 走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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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可以喜歡這塊買回來 你拍在那裡,經常拍很喜歡 那就行了,所以人生就是這樣 我就是威斯伯王 我就是慈雲山大美王,你呢 那我叫家國公主 會否成為氣質提升了 很好… 我不知道 我都說他有公主病 他經常喜愛不喜愛 那這個碗又是甚麼事 這個也挺好的 這個是… 這是雍正時代的 雍正時代 即是以前皇帝也用來吃飯 因為他會寫了他的名簿在後面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雍正年代 即是現在至今是多少年份 幾百年了 不像的 你看嗎?你看是嗎 幾百年了 我真的從來沒… 從來沒… 掉了 掉了 沒有… 沒事… 非常之… 卡住了… 卡住了,幾百年了 三百年了,十多萬 怎麼辦 剛才有沒有這個 本身也有一點 本身有一點… 這裡有一點… 對 好了,打折了,八萬八了 這個…我們應該怎樣出來 批八萬八,你沒錢就找導演 八萬八吧,賠了 我沒有錢的,八萬 你沒錢嗎?那你不用賠了 對,他要賠了 真的不確定還是甚麼 我不知道 我剛才就是很擔心 所以我一直扶著他 我突然看到他會扶著 然後我剛才還說 我從來沒試過股東可以 讓我親手碰住 你…等等… 導演,這個時候是否要剪機 阿Jan在哪裡 阿Jan Jan… 我先找阿Jan 是 剪機吧,剪機就可以了 剪機嗎?Carrie 剪機嗎 要找阿Jan… 阿Jan在哪裡 先看你剪機嗎 先剪機吧… 那如果是我打爛 就是Carmen,你打爛 我會剪機… 阿Jan是否剛才崩了那些… 可否修復一下,還是怎樣 不行,修復對下一次 Meryl 我們先聊… 對… 為何不小心… 我剛才在鏡頭裡,我沒有碰過 所以可以把所有責任 推給Carmen 阿拉仔也拍攝了這個節目 願意承擔… 剛才阿霸王說八萬八 那我賠兩萬 因為我沒有碰過 Carmen,你叫她賠六萬 六萬,有阿拉仔賠兩萬八 現在沒辦法 先看看怎樣 現在的處理是誰跌欄,是誰負責 對了 那你即是誰跌欄 我好像… 還沒碰過 還沒碰過 不是,兩部機拍攝 不用不承認 是我那點的 剛才說賠多少,八萬八 對,所以是需要你負責 如果我也… 我…我兩萬八 她好像聽到已經減較了 女人好像有一種天性 八萬八很可憐,不行 五萬,好,我賠 但我覺得應該是誰跌欄 誰負責 因為那件事是… 一個人這麼大 打破事,承認負責任也很應該 好,那我負責 但… 但… 首先,你的樣子別這麼委屈 現在是你的打破事 我現在說我負責 好,我現在…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打算等大家給我一些提示 的時候,原來我是要賠錢 那我…是否真的還可以 不好意思 各位朋友,在Carmen來做頭的時候 就跟大家說說我們今天的奸計 怎會是奸計 因為其實這裡所有的古董都是真的 除了這個 這個不是霸王的古董 這個是我昨天上網買的 850元的碗 稍後我會把這個碗給Carmen來看 令這個碗打破了 然後霸王就會跟我說 這個也值12萬多 現在怎麼辦 我們就看看Carmen來 在面對這些危機的時候 究竟會否出賣我 或是… 不關我的事 你打破我們 就看看香港小姐冠軍 人的人品和質素如何,好嗎 是否好玩 好玩 沒想過古董可以這樣玩 你不要看 先看看… 好… 真是貧窮限制想像 原來古董可以這樣玩 上一節說到 作為香港小姐冠軍的Carmen來 比我這個壞人奶仔 整股都仍然保持著優雅大方 很有承擔地負責自己打破門的賠償 我現在說我負責嗎 到底這件事 最後會發展成怎樣 你是說真的嗎 說真的嗎 你覺得你還可以嗎 你是說真的 就是百萬八,你說真的 那可以怎樣 你是說真的 但是奶仔是開玩笑的 因為其實這個 是假的,這是整股大運動 包黃 好,出發 最佳男主角 是,怎樣 由你解釋這件事 我不管,要賠償,賠償 五萬,最便宜,五萬 我想你明明 你自己扔在地上 不是,我真的被你扔到地上 你覺得像騙人的騙局 你不覺得嗎 首先要扔著,我應該扔著它 五萬,最便宜 其實為何你有這個整股大行動 為何要叫你們不要在古董 在隨便點電 是 他們會騙你 打破了也不能賠償,一定要賠償 難怪你這裡沒有玻璃 原來是這樣的 原來你就是想扔掉你的東西 我真的相信了 但當時我真的看到它 為何要扔來扔去 所以我立刻繞著它 怎料我真的跌到地上 那一刻我很緊張 她當時很有型 雖然她流了眼淚 但是很有擔戴的女士 甚至其實她完全沒有想到 其實那個是否意外 其實她可以推卸給我的 而且這個節目是我的 可以叫我賠償 也算了,奶仔經常會弄人 對嗎 但我下次可以弄得更好 這個碗,剛才我們拿來演戲 但其實也有200年來試 昨天是奶仔上網找一些古董的朋友 這個碗價值850元 你不需要賠8萬8元 但你要賠850元給我 因為我本來打算拍完之後 就拿回家 但是現在真的崩潰了 所以這件事… 我現在400元給你買飯 400元給我買 400元太貴了 不行嗎 100元… 你待會要賠錢給我 這個時候我們繼續參觀霸王這個地方 來吧 好 奶仔,你猜猜你吃什麼 這些很明顯看到菜類 所以這是一個… 如果給我明明是前期沒有犯開的劉關章 好嗎 而且這個一看就知道了 我想觀眾也清晰這是甚麼 拿渣嗎 拿渣才穿這些衣服 你想想的話 你不要經常被貧窮限制想像 因為拿渣是有風火論的 它是會飛的 話說有一次就飛了去泰國 所以泰國人看到拿渣的時候 就會加入泰國的元素 所以它就會騎著一隻蟑螂 這狗應該很重 我應該… 我知道是甚麼 古代羅力威師傅 是粗東西的壓力還是很重 應該是古代人拿來做心瓶 這個,對 羅力威師傅看見他拿著一本書 我覺得這個如果給我有毛筆 我會寫兩隻字 寫甚麼字 你猜到了 寫甚麼字 珍珠… 是否有畫面出來想買 如果就這樣 你說是白色和尚 這真有趣 這真有趣 我們需要讓它很有趣 就是跟他說 老闆,這是二百年前 羅氏家族羅力威師傅… 不,沒有力威 古董還是金錢… 金錢… 古董還是金錢 古董 古董還是兄弟… 兄弟 古董還是朋友 朋友 夢想還是現實 夢想 過去還是將來 將來 古董還是老公 老公 古董還是女人 女人 古董還是女人 是女人,古董有甚麼 你拍了嗎?糟了 我的天啊 你兩個在一起 你弄得一群 是有甚麼 新穀 我來拍了 我去拍了 你給我拍了 還在這裡 我的天啊 我也拍了 我拍了 你拍了 我的天啊 我拍了 我拍了 有時有送給女朋友嗎 沒有… 你沒有女朋友還是沒有送給她 不是,她們不懂得找這些東西 但現在開始可能她們比較有興趣 因為現在知道古董是值錢的 她們慢慢知道值錢,想要的 如果讓我選一個古董 我一定會選這個 這個就像玩具 如果讓我明白 我會稱它為小鴨回頭 不過現在真的有點下跌 是大型玩的 到時我告訴你,我就知道 現在不說,看著才說… 大人玩?我可以買回去玩嗎 那些很值得的 你有沒有玩過…等等 你有沒有玩過 我應該全部大人玩過 你慢慢看就知道 有皇帝玩過嗎 皇帝也是這樣玩嗎 我會覺得如果我跟乾隆玩 同樣東西也… 皇帝也是這樣玩的 你慢慢看吧,現在不告訴你 這是否你青春、長生不老 七十多歲都那麼健康的秘訣 就是玩玩的玩具 不是 Carmeny,剛才我進入霸王的倉 他送了一個小鴨回頭的玩具 小鴨回頭? 小鴨回頭是一個古代的玩具 但他說有些玩具比較適合你 真的嗎 現在霸王在裡面等著 不如我們看看 究竟霸王覺得有甚麼玩具適合 Carmeny 這些是古代人玩的玩具 請 我的天,這些玩具? 霸王,這些是甚麼材料 可以介紹一下嗎 這是春宮圖… 我的天,是否可以動的 是否可以動的 真的拿出來 可以拿出來,但這裡要打破一次 我不碰了 我跟你說,這是這樣的 為何會有這些事發生 以前嫁女兒 我叫我嫁女兒 要結婚的時候要洞房 我知道…讓我猜一下 送給女兒… 應該是以前古代人很保守的 對 然後她怕自己的黃花閨女 不懂得操作 對… 然後送給她,教她 教她 在洞房的時候,你打開來看 她看到原來是這樣的洞房 那要送很多個給女兒 所以有一個動動的姿勢 對 送給她一個 要怎樣去做 所以這些事已經有很多人打破了 但現在也很難找到 先看看前面 不知道我要… 我還在看前面 她其實真的做得很仔細 很仔細 她連那裡也有 而且我在哪裡 甚麼 哪裡也有 兩邊也有 兩邊的部位很清晰 有時候看古董 我們比較學術 有時候你不會知道 以前的審美觀 或現在很流行脫毛 但我不知道100年前 究竟是否流行脫毛 原來當時也是不流行的 也是流行的 有… 也是流行的 有,我看到有毛 我看到她們的動作之後 我跳出舒適的洞房 原來可以有這麼多款式的動作 有很多選擇 你最喜歡哪一個 真的要選擇 當然了,現在觀眾… 我不想選擇,很害怕 很害怕 不行,我太害羞了 我也很害怕 我先出去 我先出去 霸王大哥 剛才參觀你的霸王宮之後 以我貧窮限制想像的小屋邨 我會覺得玩古董 這麼高消費活動 正常來說 你應該會吃魚翅、花膠 因為魚翅、名義很貴 其實對身體不太好 這個農莊主要是健康的做法 我們現在的開心是最重要的 令自己看生命 覺得目前珍惜現作的東西 是最重要的 當時還沒有錢的時候 怎樣可以玩古董呢 你有多窮 窮得我20元出來 20元出來工作 所以現在我為何看得這麼快 我是20元來的 現在這麼多東西 被人偷了,說我先打破就算了 這些都是為了給我的 以前喜歡去,不需要 別人偷又可以,不要緊 看得很麻煩 我想這個豁達也沒所謂 回到當初 是生遺物 我來完之後 今天聽完霸王解釋了這麼多 我發現看了幾件藝術品 最重要不是看畫風或筆竹 而是背後的故事 我想玩古董的朋友 其實對歷史一定有愛好 可能它的價值不是最貴的 而是最喜歡的,多少錢也不會買 我覺得這是古董有趣的地方 每個人在心目中對這件物品 也有一個價值 你好,歡迎光臨 在這裡賣古董,是嗎 我拿出鎮店之寶 好 今天這個瓷器來自元代的青花池 元代是蒙古人,射雕英雄傳 這位方先生很有見識 是黃蓉,郭靖有用過嗎 應該也有機會用過 是… 這是做甚麼 這是放古人的香煙 即是煙灰缸,是嗎 那你替我包起它吧 好,你是否想要洗衣服 當然 看見你今天這麼英俊 給你一個白節 可以 五千萬 那我回去打工 當我出糧的時候,我會找你們 混吉 好